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请善待你家丈夫 爱和被爱都是跨越黑暗的最好方式 假如你结婚了 假如你是个男人 请给自己的老婆看 或许可以有深远的影响 如果你结婚了 你是个女人 更应该好好看看 因为我知道你应该会深深地爱着她 如果你没有结婚 无论是男是女都值得珍藏这篇文章 因为这里有很多人生的真谛 一 我们到晚年不管年纪多大 也不管身体状态怎么样 只要有老公始终陪着你 就算活到八十 活到九十 活到一百 你也不会感到凄凉和孤独 即使到了暮年 夫妻相伴 白天一起看电视 看报纸 听收音机 一起旅游 一起到好朋友家喝茶聊天 一起到花园和草坪散步 那份自得其实是多少儿女都无法替代的 也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更何况现在的人大多也只能有一个孩子 按一般人的认识 男人比女人坚强 女人生儿育女肯定身体不如男人 可为什么许多老人大多都是老公 撇下老妻先走了呢 其实男人并非像女人以为的那样坚强 他们的坚强是因为 他们把人生遇到的所有屈辱 失落 挫败 病痛 沮丧 生活的压力和人生的沉重 全都隐忍在自己的心中 不肯说出来 不肯表现出来罢了 而所有的这些隐忍在心里的情绪 其实全都像一个又一个的电脑病毒 积累到最后 结果就是崩盘死机 男人为什么会酗酒 为什么会抽烟 为什么会沉思 更多的原因其实是 他心里已经积存了太多的病毒 就因为他是男人 他不能轻易流泪 更不能轻易向人诉说 他必须得在妻子 在儿女 在父母面前做出硬汉子的形象 而女人却习惯 哪怕一点点的委屈 都会向丈夫 向父母 向姐妹们 向好友倾诉出来 女人病毒不会积存 他会在每一次的倾诉和泪水中清理干净 而人类几乎所有的疾病 更多的原因都是淤积出来的 所以情绪爱宣泄出来的女人 往往寿命长久 而男人却早于妻子离开人世 二 怎样才能让老公 尽可能地活得更长久 尽可能陪你到老 从现在起立即行动 那么你该着手做哪些事呢 一 当老公回到家中 尽可能给他营造一个 温馨轻松的环境 其实没有重要客人来访 干嘛一定要把地脱得一尘不染 衣服干嘛非得当时就洗 为什么一定要把 本该在家中休闲放松的时间 弄得两个人都紧紧张张的 而夫妻两口磨嘴的时候 多是家务二 当老公在外面不快时 即使他不说 你要尽可能地去察觉 一面用爱心关怀他 给他做一个下酒菜 倒一杯酒 讲些幽默的段子 先转移他的不快 接着慢慢地询问 如果他不想告诉你 甚至不想提及 你一定不要继续打听 他一定是受了很重的内伤 此时男人是习惯自己 舔尸伤口的 你能做的就是一个字 爱 这虽不一定能排解 他内心的淤积伤口 但一定会是止痛剂和消炎药 如果他肯说了 那么不管他说出来的是什么事 你都不能在此时抱怨他 你能做的就是开导和疏导他 转移不良情绪 其实他的所有不快 说穿了绝不会超过名利二字的范围 否则就是和人起了争执 受了领导的指责 如果你最在意的是老公的健康 是老公能陪你到老 你就不该最在意丈夫的名利 命中该有的终续会有 没有的拼死也来不了 硬撑着争来的还是会失去 不在这方面失去 必定会在另一方面失去 这是铁定的规律 如果你不在意了 丈夫会活得十分轻松 这种轻松恰恰会成就你们 得到许多的惊喜 三 酒不可过量 酒场上成英雄的 其实大家表面夸他 转眼都会当他是傻瓜 烟如果实在断不了 尽可能不要吸烈质眼 但一定说服他少吸眼 四 如果必须得和年老的婆婆同住 没有条件分开居住 你就一定要接受现实 尽量和婆母搞好关系 你容不下丈夫的母亲 你们的矛盾 你们的每一场战争 都必会减弱丈夫数月 一年甚至几年的寿命 反过来 他如果天天和你母亲 不和吵闹 你该怎么办 压抑而无奈 又夹在板中的你 肯定一样会减瘦的 你要是爱你的丈夫 就不要多弄些 煎茶烹炒的食物给他吃 这个不能由着他的性子 多做一些素菜和凉拜菜 就像哄孩子那样哄着他吃 当吃完这些清淡的素菜之后 他会发觉过去的那种 老吃油水大的煎炸食物后 莫名其妙的头晕脑胀 无精打采的昏昏欲睡等等 说不出的原因的不良状态 就会骤然改善 你要想丈夫陪你到老 你就要尽可能的和丈夫 一起参加有氧运动 跑步 快走 打球 旅行 爬山 打拳 哪怕没有条件 在屋内活动一下筋骨 地板上打几个滚 都一样起到锻炼的目的 你想要丈夫陪你到生命的尽头 你就要关乎他 就要像关乎孩子一样 只要你是真爱他这个人 而没有太多的附加条件 你一定乐意试试 你这样做了 会发现他会活得很开心 会活得很热烈 会活得很有成就感 会活得很健康 他一定会回报你的 那是你始料不及的 即使他很普通 但他一定是真爱你的 他也一定不会先走 他会一直陪着你 活很久很久 一直陪你到生命的尽头 当我们老到白发苍苍时 当我们老到腿脚酸糖时 当我们老到腰弯 只要有老公陪在身边 你会知道 千万资产也不如一个 陪得了你一生一世的老公 为你端来一杯热茶 数来几天药片 当我们老到满脸皱纹时 多少昂贵的礼服和化妆品 也不如老公轻轻地 挽着你的胳膊 走在夕阳的草丛中 当我们老的只能在摇椅里 甚至轮椅里时 你会发觉 什么豪宅权威功名 也抵不上夜半变天时 老公为你打开电日毯 和一声问候 为什么要从现在做 而不是将来 因为一棵树越早矫正 它就值得越早 老公也如此 越早注意对他的关爱 他的身心就会一直健康 即使有了病毒 也会被你的爱及时清除 而不至于激留到未来 你能做到这些 能使他的身心得到健康 同时 因为你们是一起生活的 所以你自己也必将快乐和健康 在督促他进去的同时 你也必将懂得努力修炼 增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文章就跟大家分享完了 感谢大家的回听 感谢大家的感谢您的观看